朋友們好,我是張安石 20年來的超心理學研究與實驗 我早已確認特異功能的存在 但是,我始終對於超心理學的研究抱持著嚴謹的態度 在我擔任中華超心理學會理事長的那幾年 有許多靈媒、通靈人 來聯絡我,希望我去研究他們的通靈 我了解到,一般大眾實際上真的不容易了解科學的運作方式 以至於有些錯誤的觀念常常假借科學的名義成為人們的普遍認知 有些科學家也糊裡糊塗地進了這樣的陷阱裡面 而去宣揚一些自以為是勸人向善的研究 這樣的為科學沒有功德,反而是罪過 因為他們障礙了人類文明的進展 今天要談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江本勝博士 他帶頭流行起來的關於水結晶的科學迷信 他們說水在接近冰點的結晶狀態 會反映各種人們的信念 江本勝是個日本作家與商人 他寫了生命的信息、水之道等等一系列的書 宣稱水是我們信念的一面鏡子 人的信念、情緒、文字語言都會影響水的結晶 他展示了一大堆水結晶的圖片 號稱那是來自他的實驗 但這種實驗從來沒有嚴謹的實驗室能夠複製 事實上他自己宣稱的實驗步驟也是大有問題的 不符合超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這是我認為他是偽科學的第一個原因 下面我們會說明他是偽科學 不僅僅會破壞超心理學 讓他失去科學的嚴謹度 更違背了許多基本的超心理學原理 首先我們確實可以假設 生命是一種複數時空的存在 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有物質的身體還有靈體 我們的靈體以及物質身體是相輔相成的 而且修養靈體活化靈體 或者說善用這個靈體的力量來治療物質身體 這自古以來的宗教智慧都說 必須先有我們自心的禪定跟覺悟 但是水結晶實驗過度誇大了人們散亂念頭的功能 落入了膚淺的維新論 以腐爛的維新論來扭曲事實 忽視了身、心、靈三方面的聯動 雖然說水的存在也是複數時空的 換句話說水也是有物質界跟靈界的一體兩面 人的精神狀態確實可能透過信息場而影響到水 但是一個人如果還沒有禪定力 還沒有活化靈體 還沒有在修行傳統上所說的氣機發動 灼火升起 靈能覺醒 開第三眼 那麼它散漫的表面意識上的念頭 根本無法集中 藏著大量的潛意識雜音 甚至有反面的念頭 這種情形下水到底要感應什麼呢? 在文明的所謂打假大師詹姆斯南迪 主動的要求檢驗江本聖的研究之後 江本聖在幾次的採訪中 都開始承認他所做的這些研究呢 並不是嚴謹的科學 他甚至自稱那是一種科幻作品 這一個畫面呢 就是江本聖自己的部落格 在這裡 他承認了自己的研究 其實是一種科幻作品 還夠不上科學的嚴謹度 然而即使這樣 這麼多年來 還是有許多的單位 許多的博主 許多所謂勸人向善的人 在宣揚他的作品 聲稱那是一種令人欣慰的真理 雖然我認為江本聖的研究是偽科學 但是我不會因為江本聖不接受 詹姆斯蘭迪的挑戰 而受他心虛 因為蘭迪成為懷疑論者也不夠正道 一個真正的懷疑論者 本身需要有高度的客觀 但是蘭迪這位魔術師 因為對社會上層出不窮的神棍 與宗教騙子深惡痛絕 從而矯枉過正 產生一種預設立場 有目的性 不客觀地去質疑 所有的超心理學研究 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 叫做《異端》 副標題《科學之敵的冒險》 作者Will Storr 他調查了許多被視為瘋狂的科學家 然後他提出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是什麼促使這些科學家以奇怪的方式思考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他採訪了許多思想偏激的大科學家 不過不要以為Storr從此就覺得非主流思想必定是錯的 不 事實上 他反而批評那些所謂懷疑論者 因為這些懷疑論者往往不去了解他們所要批評的對象 只是預設立場 畫了靶子之後呢 就不斷地展開攻擊 例如詹姆斯蘭迪 他反對任何的有神論 他攻擊任何支持超常現象存在的證據 他甚至攻擊類似順勢療法這種非主流醫學 Storr認為 除非你真的研究過順勢療法 否則為什麼要這麼自信的認為人家就毫無價值呢 Storr切實的採訪了詹姆斯蘭迪 蘭迪還堅持說這些另類療法 除了是騙人的魔術手法以外 沒別的 這種觀點一定會被掌控全球醫藥的西方大財團所支持吧 對於一個自稱擁有開放思想的人而言 詹姆斯蘭迪這樣說話 你覺得是純然的固執己見呢 還是有一種利害關係在呢 Storr看得出來 像詹姆斯蘭迪這樣所謂打假的人 以及那些接受西方大型基金所支持的主流學者 往往基於對數據的錯誤解釋而固執一聲 甚至故意扭曲解釋來欺騙大眾 將人類的文明風向 從對神或者對自信的信仰帶離開 讓人們沉浮於現實的物質享受 沒有靈魂的自信 也沒有不當韭菜的意志 於是成為韭菜 Storr也切實地指出 許多另類信仰是荒謬甚至不道德的 但不代表非主流的一切都是錯的 異端這本書有非常趣味的章節 是關於知名的生物科學家 希爾德雷克 以及剛說的詹姆斯蘭迪之間的衝突 東方的密宗 道教與薩滿信仰 都不重視異理理解 更重視自然模式的體現 什麼是自然模式的體現呢 就例如單道從周天運轉、足跡、結單、養胎 到山花巨頂、武器朝園的出神、戀神、還虛等等階段 以及道教的伏入咒印 密宗的錫珠懷針等等法術的視線 不同的修行者之間有不照做而自然出現的雷同模式 這些雷同模式就是類似希爾德雷克所說的形態共鳴 而且希爾德雷克所說的形態場 就是類似李四成所說的虛速時空 也就是身心靈三維模型中的零這個維度 我在學習過單道之後 在對特異功能人進行實驗的時候 就能夠了解對方確實需要特定的實驗方式 他們不一定是想要作弊、想要耍花樣 而是他們的能力是真的只能在特定的形態下發生 所以一個研究者只能盡量的去監視、分析、檢討實驗程序 卻不能隨意地去更改他 希爾德雷克指控蘭迪說謊 並說蘭迪利用他對人心的洞悉力 對超常現象研究者施加現場心理壓力 斯多爾在採訪過雙方之後 認為希爾德雷克的說法都是合理的 雖然斯多爾自己並不太相信 希爾德雷克所研究的那些超自然現象 斯多爾覺得蘭迪號稱是懷疑論者 而懷疑論者的世界觀應該要基於純粹理性 蘭迪斯基的打假方式卻不是出自理性 因此斯多爾對這樣的假懷疑論者持懷疑態度 他認為這樣號稱邪教克星的假的打假英雄 自己更像邪教 詹姆斯蘭迪在檢驗超心理學家的實驗的時候 常常要求修改實驗程序 但是真的懷疑論者 他是可以去監視去分析 驗證檢討人家的程序 但不能去任意修改 因為任意修改實驗程序呢 會破壞原來已經控制好的變因 可能會使原來的科學實驗所預設的機制模型 不再適用 所以當他檢驗台大前校長李世成教授的手指試製實驗的時候 他不只是吹毛求疵 而是狡猾而內行地利用改變實驗程序 去破壞高橋五這個特異功能人的功能模式 他藉由這樣的做法讓高橋五無法發揮他的能力 在我看來或許蘭迪自己是相信高橋五有能力的 不然他何必這樣做呢 我們舉個例子 張惠妹 他是一個真性情的歌手 如果氣氛對了 他那種來自阿美族的天籟 可以變成心靈的彩虹橋 因為他不只是一般的歌手 他不只是歌唱的機器 而是歌唱的精靈、仙子 好 那麼 我知道他不是一個機械性的歌手 我就可以設計出、抵觸他的心靈結界的環境 讓他唱不出來 讓他發不出天籟 但是 這不是懷疑論科學家該做的 你可以質疑張惠妹假唱 而去監視他的表演 去監視他的錄音過程 去檢討他的整個程序 但你不能要求張惠妹到你陰暗的客廳 用你充滿香煙味的麥克風 還唱你愛唱的數不可耐的歌吧 而且 是不是還要面對你抓賊 抓神棍的態度啊 這樣就算張惠妹這樣的天才歌手 也會唱不出原來的水平 因為 除了體力活 比較不受氣氛干擾之外 藝術與心靈力量的表現 都有嚴格的氣氛要求的 而這所謂的氣氛 就是機制 機制被改變了 張惠妹也唱不好了 但這不代表這個歌手是假的啊 高度心智的表演 都不可能是穩定的 不是機械的 而詹姆斯蘭迪呢 他就專門用這種 破壞程序 破壞氣氛 破壞人家的習慣的方式 來造成對方的失常 他這麼做 大概是要保護他那所謂 一百萬元的 一百萬美元的懸賞吧 這背後的利益 可能還涉及到支持他 維護無神論的那股勢力 依據他這種假打假的路數 我相信他也能夠證明 張惠妹沒有歌唱的能力 然後宣稱張惠妹以前的歌呢 一定是假唱的 本來啊 懷疑論是人類科學文明進展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懷疑論就是打假 破除迷信 破邪險證 它可以揭穿繩棍 它可以維護科學的進展 我在近十年來 所做的科學研究與論文發表 也一直扮演懷疑論的角色 自我期許能夠做為一個正直的懷疑論科學家 懷疑論的科學家 並不表示沒有信仰 並不表示不斷念心智的禪定 相反的 正因為心中有真誠的信仰 才會寄望人類文明 用踏實的步伐來前進 真實的一步步揭開心中信仰的真理 也正因為不斷去鍛鍊心智的禪定 懷疑論者才能夠保持不被假象所欺騙 但是盲目的懷疑論 為政治服務的懷疑論 卻是障礙人們的智慧發展 使人們無法提升生命 改善生活的壞事 不僅在東方有大量的五毛文人 為了政治正確 而打擊一切客觀研究特異功能的科學家 在西方也是一樣的 假的打假英雄 背後有掌握全球金融的陰謀集團的支持 陰謀集團為了達到其控制全球的目的 就需要遮蔽人們的心智 他要當動物農莊的農場主 就要把人類盡量的去低估 盡量讓人類放棄自己的主體性 最好把人類當成只追求性愛、娛樂、打工、打球、打遊戲的韭菜 他們不讓人類知道在信仰與禪定中 人類可以成為自由意志的主體 支持阿張傳家寶 請按讚、評論、轉發 更請您訂閱本頻道 就能收到續集通知